本节目是由TESTV 膝下食品品牌 脚尖流口水 自己赞助 自己播出哦 嘿嘿嘿 在索尼A7S3发布的日子 我终于收到了 我一个多月前下单的 索尼Xperia E2 编导 你都来美国半年多了 你这个英语怎么还这么贴哦 哦 这个里面 还有Gift Card 这什么东西 你拿你的Gift Card Hello Fresh 应该是一家店 不用管了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 Xperia E2 什么叫E2呢 就是Xperia E的第二代是不是 对 1的第二代 那为什么不叫Xperia E 我也很好奇 如果它再下一代就是 应该是E3 就不能升级到二代吗 我个人推测哈 它这个1哈 如果当它变成2的时候 那一定是非常大的格式 打开看一下 这个期待已久的 我觉得还是有点久 为什么这个看起来这么脏的样子 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是Made in Thailand的 好 手机先帮一边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个应该是说明书之类的 来看下面 这是个插头 诶 这个插头上面有中文呢 我现在我真的是在美国这边待久了 我就看到中文 我就特别的亲切 这是9伏2A 12伏1.5A 18W的充电器 这里面还有一个耳机 因为这次支持3.5毫米耳机口了 就可以插有线耳机了 那我们就来先看一下 黑色 这个手感有点分量 就是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就感觉你现在 感觉你现在手里拿了一个东西 这个是蔡司的镜头 插卡的地方还是根本就不用需要那个 尖 直接直接打出来就行了 这个是我觉得为什么就只有索尼 它是这么设计了其他的 然后你看还是侧边的指纹 来我们来开机一下 抖了一下 Soli 它这块屏幕是一块4K的屏幕 Welcome English United States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中文 A 简体中文 这个屏幕看起来是很爽哈 你觉得是不是 就很清晰 就很有趣 这个4K的屏幕真的看起来 真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就是很久你没有去测视力 然后他告诉你视力下降了一点 好 你带了一个就增加了这么一点 视力的眼睛 你就看到这个视觉 哇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突然就更更清新 你就发自内心的觉得 可能就只清新了一点 但是就觉得很爽这种感觉 好了好了 马屏拍够了 继续继续 我们直接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机 现在相机是这样子 这个样子 来我们来拍个照 试一下 第一张给你 可以 你知道我说的什么可以吗 他这次说你终于不用转圈圈了 Xperia 1的时候 他拍了照之后 照片他会不断的转圈圈 转很久 我看一下这次应该是不会了 来姿势座 秒出没问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一个松树两个松树 三个松树就是广角 然后我就用这个拍理吧 还是可以 我喜欢广角 广角还是很好看 广角拍出来的人还是很显瘦的 虽然你本来都很瘦 他这一代你看 一直都有那个人脸追焦 你看到没有 对他这个人脸追焦 你这样 你在后面 你在后面 你一直动 我录 这个连拍速度 看看 他对着吗 没有 还是有虚的 都是虚的 在光线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动快了 他还是容易虚 我们先把美孚关了 然后我们两个自拍一张 看一下什么叫 我觉得还挺好 诶 诶 你看这会儿 我还没仔细看呢 以前只有一个电影大师 现在还多了个摄影大师 这个摄影大师是什么鬼 这种样子看起来好专业 这个跟那个 索尼相机上的这个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快捷键真的就和我微单上的快捷键都是一样的 完全就是移植了这个索尼相机上的这个模式 哇 这个菜单是全新的菜单 据说A7S3就是用的这个菜单 哦 这里可以选P档S档M档 哦 我选自动档 真的 我真的感觉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索尼的 索尼相机的那个翻转屏 左右下流鼻了 我看哦 那我怎么拍呢 你快门键是哪个 是这个吗 哦 是这个 快门键只有这个了 哦 果然 哇 这个 哦 这种感觉真的好舒服哦 就好像在用那个索尼相机在拍照的感觉有没有 对 这种专业模式就跟那种 其他安卓手机里面的那个专业模式真的不一样 它的可调参数真的太多了 就真的像相机那种感觉 可以 真的可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大师就行了 哦 还是跟ZID是一样的 但是显示的这个参数啊 会更多一些感觉 然后这个是HLG 哦 可以录HLG 那多少间的呢 4K 4K 最 最多可以录 哦 4K 最多可以录 60帧呢 哦 你看这个手动 手动好像也变得 比以前要更专业一点 来 我们先 先录一段吧 用手动试一下 然后录这个 哎 看到没有 就对撕了 哎 这个是什么呀 哦 这个是 它这个箭头它是微调的那种 相当于 就有时候你用你用这个 它不是很精确吗 用箭头它就会精确一些 A B 是什么 哦 比如说我在 B 点 我对好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把它拉到 A 点 然后我们经常视频里面会拍一个由虚到实的一个过程嘛 但是如果你用手拉的话会不是特别顺滑 那我直接就按 B 它就比较顺滑的就对过去了 你看到没有 我觉得真的很有想法 我说实在的 对于那种一些专业人士 它真的有很大的可玩度 我觉得 最高现在有几K 市面上有8K了呀 我比如说我的屏幕跟不上8K的 所以看不出8K的效果 是啊 然后很多很多电脑 你也没办法剪8K的视频 就所以现在8K虽然有这个东西 但是对一般人来说基本上用不到 那比如说这个相机 这个手机它录了4K 你可不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就做一些简单的剪辑 可以呀 现在手机可以带的动吗 手机带的动 那手机上的专业剪辑软件有什么推荐吗 手机上呀 LumaFusion也可以 但是我很少用 因为手机的屏幕太小了 很多操作它会显得很挤 你知道吧 就没这么方便 而手机上面我觉得 提倡的是便携简单嘛 相当于 我也不用什么LOG模式 就需要后期调色 我直接用手机直出的色彩 只需要加点音乐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转场 我觉得这是手机可以做的 如果你要用手机做那些什么打字幕啊 什么调色呀 我觉得就很麻烦了 这样吧 我这么问你 如果这个相机你的理想值是10分 你目前就是到手 我们也只是这么匆匆一品 你觉得目前它达到你的10分的几分呢 说实话我觉得至少有个8分 有8分了吗 真的 这个手机真的就是跟你在网上看参数 然后看别人用它 这种感觉真的不一样 第一眼看到它屏幕之后我就 心动了 这个屏幕真的看起来太爽了 你自己说嘛 你不是个说分 你说这个屏幕看起来爽不爽吗 我就说 咱们来放一个视频你就知道爽不爽 它应该有视频的样片 我觉得 大家一个直观的对比的感觉 我拿它跟iPad Pro两个对比一下 那么其实整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第一印象非常的好 这个手机我们还要体验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给大家做个正片看看 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希望请大家把想知道的东西 打出来让编导一一去体验 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还有点意思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 然后一键三连哦 好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亲爱的 你把民宿就订到了这个地方 不是我订的是江里吗 你看 亲爱的 这附近的东西不好吃呀 不可能呀 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的五星级呀 你看我们应该是往那边走好吗 刚刚不会往那边来的呀 刚刚不会往那边来的呀 是不是不晓得去哪家火锅店呐 哈哈哈哈 该被死 喂 那你说怎么办啊 买TESTV绞交流口水 吸吸里哄 我带你耍呀 嘿嘿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个游戏手柄的自驾 谷歌Stadium 你知道这个东西它能干嘛吗 打游戏啊 它不仅仅是能够打游戏 电脑上的很多游戏大作游戏 你只能在电脑上玩 那么我想随时随地都玩怎么办呢 我就用这个 有了这个电脑上的大作 我都可以在手机上玩的 我这个游戏手柄 我说实话 我在这个主机游戏方面 我不是专业的 所以对这些手柄不是太了解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只买了一个呀 是你一个人玩的意思吗 为什么只有一个 因为 那个里面的游戏都是要花钱的 你知道你买了这个东西 它虽然送了你好像是三个月的会员 但是那个会员是会员 你要玩游戏 你还要买 一个游戏据说好像是二三十刀的样子 那意思就是说 你就是为了自己玩 然后就买了一个它 然后让我在旁边看着你玩 没有就是我们两个轮流玩嘛 我当时想过 我当时想过要买两个手柄 我们两个一起玩 但是 我看了一下里面多人游戏很少 我就没买了 突然有一种被编导片的感觉 没有没有 我真想过 真想过 我发誓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 这个据说是 接在电视上啊 这些就可以 你玩的很爽好像 就是其实我们没有电视的 就下面这一套都用不到 也可以用 我插在电脑上 或者平板上 好像也可以用 我突然发现了 我们就应该去买一个投影椅 之前我就想过 最好是便携式的 我们在客厅的时候 就在客厅的 对啊 你看我们客厅这堵墙这么大 卧室那堵墙也很大 然后就可以躺到床上 但是我看过 就便携式的投影椅 大部分都是国内生产的 国外买的话 就比国内要贵很多 我不知道 国外有什么便宜划算的投影 一定是 希望大家推荐一下 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 要好好体验一下 对要好好体验一下 今天就 你就是在光明正大地找你 是不是 今天就 没有 回答 没有今天这个不是主角 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你 不是 你就是你说 往后面好好给大家体验一下 然后再给大家好好的做节目 然后第一次就是后面一段时间 我 编导可以光明正大的玩游戏 你要不要被你看穿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